1比2輸給了這個ORANGE LOGO 那在打完的時候其實Helsus說一句話 就是他在地圖頻道打字打的說 Rampage OPGG 所以Lypeon這週又開了戰士 其實戰士是他的主職業 那再來不過我們 因為上映之後還沒更新對不對 更新是28號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戰士的這個Rampage 其實是已經被Nerf過了 就是他的持續時間從20秒變15秒 那CC時間從150秒上升到180秒 那你家的特性就是從120秒上升到140秒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對戰士來講是一個蠻重要的削弱 然後另外看一下那道德的特性 道德的特性今天比較 跟以往不同的是 他第一排 他最後一個是點了斬殺 而不是平常比較常見的那個靈感 就是你偷東西 你偷竊之後 你的那個FA技能可以使用兩次 然後並且可以重置 有機會重置你的通路技能 那個CD 那他是用斬殺 所以今天他們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搭配的話 他們的賊換組合會非常暴力 尤其對於殘血的目標 他收購能力會非常強 加上戰士的這個Rampage 接下來我們看到藍隊 藍隊他們今天的組合是 盜賊元素 守護元素以及戰士 是雙元素 用個雙元素的組合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守護好了 因為 守護是冥想的 不定不是一個Bunk 守護他用的是 全杖 聚能器以及大劍 法應是 空氣鮮血 空氣火焰 身上用的是狼群符文 以及截略者的一個項鍊 那他點的特性 則是 第一排 第三排 跟 跟美德 那他就是一個 冥想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盜賊 盜賊他用的是 筆槍以及短攻 法應是 空氣火焰能量空氣 身上用的是 吸血符文 跟截略者的一個項鍊 那特性方面 一樣是 一三五排點滿 對 那但是他就是 沒有點 沒有點在上 對 那再來看到 第一位元素 第一位元素 他用的是雙匕首 法應是 能量以及 厄運 身上用的是 霍布雷克符文 跟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 土水奧 那再來看到 另外一個元素 另外一個元素 也是 雙匕首 厄運能量 吸血符文 跟天界項鍊 那特性方面 他則是 選了 火水奧 而且那個等一下 我看一下 那個土水奧 的那個元素 他補血帶的是 那個 可以消症狀的 對 但是 對面症狀 很多 對 其實對面其實是一個 Power Spike陣容 就是 賊換 包括工程的也算是 因為他是戴那個 Morada的項鍊 然後還有戰士 他是一個完全純直上的陣容 我覺得帶這個補血 面對對面可能會不會斷得 斷到 唱不出來 等一下比賽11開始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他這個 補血會不會換成文章 會不會換掉 對 我認為帶這個補血對上對面組合 就是 不太明智 OK 再來看到戰士 戰士用的是大劍 大鎚 反應是 空氣吸取 能量 水能 身上用的是力量符文 跟節律者的項鍊 他特性方面則是 一樣喔 力量防禦跟紀律 我叫上火力的力量 我叫上火力的力量 感覺上Hersace如果知道對面元素帶這個補血的話 他應該各種針對 不只 其實那個補血面對面組合真的太容易被斷了 第一個 你看戰士 倒賊 戰士那個大鎚技能組很多控制 然後 那個 Rampage也有控制 然後倒賊也有控制 工程也有控制 然後 更不要說現在斷法最恐怖的幻術 所以 好比賽這邊正式開始喔 我看一下呢 他的確是帶那個補血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場雙方的一個開場布局 藍隊是一個元素 從側門出去喔 那 紅隊則是 倒賊跟工程 對他們是直接隱身過去了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可能要隱身回抓一波 對 現在 點上兩個人已經準備上點 看起來 這一波 反正是我覺得TG這邊會有點危險 因為 藍隊已經回抓了 對 倒賊剛剛已經打出一波 蠻激烈的傷害喔 那現在 不過這邊 他們反應蠻即時的 就是 工程是馬上開的縮小 那倒賊是馬上交入暗影 所以他現在隱身要從後面趕回這個終點 那終點則是守護跟戰士在1v1啊 並且在紅隊加點的狀況是那個 藍隊的元素 試圖要 這個 衝對方的點 然後是被擊殺在這個加點外面 對 那 Helsey他是 開了一個傳送門之後 原本想要去對面加 但是 由於 就 戰局已經結束 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 又回到終點 這個我覺得藍隊要 崩啦崩啦 對 他們現在已經是兩個倒地 叫他一格還在獨秒當中 這倒賊被幻術盯得很慘喔 剛剛已經 進入一個文章的迷霧狀態 然後 開了一個shader switch 並且被 被Helsey打出來 這邊直接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這個 我覺得是 會是一個碾壓的局喔 對 已經 剩下一個火人 而且在 第一波交火之後 就是 呃 開場戰術很重要 那 開場戰術 開局打完之後 第一波 就是 完全 三個點的 其實都是 TG去拿到優勢 對 那這樣的話其實會很 容易進入一個 被滾雪球的節奏 就是 對方一直抓著你的 人員 有減員 然後 必須在等待這個15秒重生的時候 一直 利用人數上的優勢去打你 對 就看他們出來之後 可不可以集結一波吧 這波 加點一定要守下來 對 如果 還是先減員的話 哇 哇 元素已經被 HELSE一波爆發打死 但是這邊 剛明翔守護一個進場 也是非常危險喔 嘗試再 救但是 但救不起來 對 這樣會不會壓制人 整個節奏已經是 在這個T T4G這邊 整個被打亂了 喔 這邊 T4G也有人倒地 並且兩名成員 血量都很低喔 這邊 就是補血 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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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終結的話 就是代表藍隊 是在加點 至少這個點 是可以先拿回來 紅隊應該會選擇先撤退 撤退到終點 然後 並且我們看一下紅隊加點 他 剛剛元素是偷偷摸到了 紅隊家裡 但現在在跟元素 1v1 但是看起來血量有點危險啊 不過隊友趕過來做支援了 你知道剛才發生什麼事嗎 剛才就是那個 因為任任任先被 那個T4G的攻城先被擊殺 那 結果 他自己的隊友 他自己的隊友 他就嘲諷他 對 嘲諷他自己的隊友說 你真是 廢 對 你真廢啊 笑說的 OK 這邊 倒賊燃燒剛好被解掉喔 所以是 OK 成功存活下來 並且中場是 幻術跟元素在單挑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對面的那個元素 他是 沒有帶那個補血的 是另外一個 喔 倒賊要準備進場了 我們來看一下倒賊的動作 他血量有點低 所以是短攻在外圍 然後這邊 一個進場 沒有打到什麼 太多傷害 但是至少 逼掉這個 這兩招 是一個 那個閃現 順到了台上 不過因為那個 T4G的工程也是 隨著倒賊進到終點 那他 他是其實那種 玻璃大炮型的工程 對 倒賊也來了 然後 兩個就把 終點給滅掉了 那現在就要看 T4G回防他們自己的加點了 藍隊目前是 三名成員直接過去 然後 T4G點上是一個元素在支撐 看一下元素的招式 還有一個閃現 應該是 哇 但是這一波很傷啊 進了一個這個 迷霧 吸血符文的特效 然後一個電池衝走 然後一個電池衝走 應該是可以成功回下來 那T4G這邊 是放了一個 血量的數學隱身 打算要三個人來 衝一波加點 喔 直接把這個守護秒了 直接秒 三個人同時出招 一個非常強大的spike 就是 雖然那個守護 好像 他有開那個 巨人器武對不對 剛才沒看到 他是開了巨人器武的 但是直接被 直接被打穿 對 那這樣子 這個點 應該是可以拿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藍隊的加點 藍隊的加點 這邊點 應該暫時還 OK 結果Lypen 等一下 Lypen 在比賽開始之後 換成了長攻大鎚啊 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因為 剛才在介紹Build的時候 他是長攻 呃 長攻 欸不是 大鎚大劍嘛 對不起 對 而且他的特性也有換喔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他變成是這樣子的特性 對 他是把那個 呃 就是 面對擊暈目標 可以加百分之五十 那個暴擊 沒有點出來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這個 很 算是一個很老派的 流派 對 帶一個Social項鍊 封錘戰 就等於說他的傷害 都是靠他的 擊暈之後暴擊 並且他是帶了那個大旗 他沒有帶 用戶 還是以一個團隊向為主 可能他覺得在 潤沛 被Nerf 那我覺得 潤沛覺得還是強 因為 其實他那十五秒還是很關鍵 就是 反正開起來你就準備 有妙死 對面就是要逃啊 要不然就是 把倒地的打死 那目前這場分數已經 多差有點懸殊 對 非常的懸殊啊 所以 基本上是勝負以定 我覺得這兩隊 他們在 實際上 有一點落差 畢竟 對是這個 即將就是 要 而且他們是後續出關 還是不是 照那個排名看 他們應該是 那時候打 預選賽事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看到 因為那時候 我沒有再玩這遊戲 剛好是我們 暫時就是 沒有玩這遊戲的時間 不過 他應該是 所以他們就是 工程站在一個很猥瑣的位置 一直對著 點上 丟手 站 然後點是成功 被藍隊站下來了 不過 看起來工程有點危險 這邊一個縮小 準備要測點了嗎 他 剛剛是一個被動的 再加一個主動的 所以可以撐一個 滿長的時間 然後 把這個人終結掉 這也是這種工程 呃 可以撐很久的原因 也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撐很久 只是說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相對 還算OK的 還算穩定的 自保方式 就是兩次的 連續兩次的這個縮小型 剛剛是 藍隊兩名成員 跟紅隊一名成員 一起倒地喔 然後是 成功的先把藍隊 給 給終結掉 所以這個 就 跳起來了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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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藍藍藍死掉之後 換Tesby 在地圖屏嘲諷他 哇 真的是 好慘阿 OK 這邊已經在 打BOSS了 打掉就可以 直接 500分 應該要修 我們對 欸 這個BOSS還來不及 死 就已經贏了 第一場真的有點碾壓 OK 那就恭喜 這個 TCG是以1比0取得領先 對阿 遊戲聲音好像 開台腳 甚至 finite 那 2 1 8 2 上面 感覺他們如果第一張地圖都打成這樣的話 這張應該會更長 碾壓曲 因為這張地圖對於目前比賽用途來說 是一張最沒得取巧的地圖 但是也是逆轉可能性最高的一張地圖 沒有Tempo也蠻高 但是Tempo比賽比較少出現 就是有些比賽才會用它 一般這種比賽都是除掉Tempo以外的那三張 對 但是因為這張地圖它就是 它地圖上面除了領主以外 而且領主通常都是350分才會去Rush 或者是某種程度 也有那種開場就Rush了 但是那比較少見 我們先不要先提一個大致上的情況 就是說這張地圖在地圖上 它沒有其他的資源去獵取 去搶奪 那主要就是點上的會戰 那並且這張地圖由於它重力很大 然後點與點 點跟點之間的地形也是算相對 對其他地圖來講是相當 沒有那麼多 比如說高低差 那麼多有的沒的地形 它算是點跟點之間的距離很近 然後地形也不複雜 所以很容易 比如說你終點團滅之後 一波對方直接滾雪球 直接壓到邊臉去 就因為今天沒有英文台 所以我們的Twitch頻道 是湧入了一些外國的 TESP在問說有沒有那個 中國去比賽的人 是否有第一名 就歡迎給他 因為其實他們 包括那個主播啊 就是Jabro他們也是會問我們說 有沒有辦法看到他們 中國比賽的那個那個 那個錄像 因為他們比較難看到 就是 這有點像是 情收方面 就是你比較不知道到底 因為美國跟 北美跟歐洲的比賽 都很 至少我們要看都看不到 那可能 中國他們那邊 就是 老外要看就沒辦法 所以他們對於 中國隊伍其實 比較好奇 不是好奇 是 比較不理解 不理解 第一個他們打什麼組 不知道 然後 然後 就是 喜歡用什麼戰術 不知道 所以他們可能會 在這邊 我覺得這是一個優勢 就有點像是 那個 S2的TBL 對 所以你讓他接我話的意思 就 不是啦 因為 因為美伏跟歐浦都有周賽啊 歐浦現在也沒有周賽 所以現在是在等誰 對 就是 這也是一點啦 就是沒有周賽 所以 整體而言 我們 中國隊伍就是一隻比較神秘的隊伍啦 但是我們對於 中國隊伍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就TCG的戰士 他是又把 被我的換回 一開始的樣子 等一下看一下 他應該是不會再換了吧 這很難講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他這個 紀律 最後一點 他是點 強化的大槌 因為一般來講 會是點 對於 50% 血量以下的目標 會觸發 那個 quickness 就是作為一個 收割的職業 這個 這個特性其實是很強的 他覺得大槌比較重要 那既然在等待的時間 就先來 工商服務一下 沒有先廣告一下 先宣傳一下 就是那個 8月8號 的 下午4點 會有 WTS歐洲賽的轉播 那屆時我們 我們也會同步直播啦 對 那 那個 比賽 因為他是在德國科隆的Gamescom上面舉行 所以他的過程可能會比較隆長 他中間可能會有其他的節目 所以大家就是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看 就是整個賽事 這樣子 對 然後 當天會有 五組 這個 寶石序號的抽獎 那這個抽獎 那個寶石序號是 針對這個 你玩外服的朋友 就是 玩歐美服的朋友 給的 因為那 那是A社直接給我們的嘛 那 那個 只玩國服的玩家就 沒有辦法 對 沒辦法使用 那到時候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來 看比賽 然後順便也抽獎 欸 結果藍隊他們換成了一個三元素的組合啊 這 那個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一個進來的 他用的是雙匕首 然後吸取 已經能量 你知道哪一個是最後一個進來的 就最下面那個啊 然後用的是吸血跟 天界項鍊 那他點的天賦是 火水奧 這個也是 喪心病狂啊 其實我們都知道現在元素 是非常非常強勢 因為他算是一個最全能的職業 同時 他有不錯的這個續航能力 續戰力 然後不錯的傷害 然後不管是支援單挑 或者是團戰 都有 都可以有蠻穩定的發揮 所以現在元素是很強 那在7月28的那個 更新裡面其實元素是沒有被動到刀的 影響比較大的其實就是幻術 跟這個戰士 那幻術的部分 其實像歐服的幻術 他們本來就不太帶咒語 就是不太帶Mintra 那美服的幻術才比較喜歡 就是那種咒語流的幻術 但是除了咒語的那個 改動之外 這個 大劍2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Nerf 所以對於幻術來講 他的傷害還是有下降 那戰士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Rampage of the改動 那其他職業方面就是 工程其實是被Buff的 因為他的那個 步槍的射程都提升了 那這對工程來講 是一個蠻不錯的消息 結果 Helter這邊帶了一個法杖 等一下不知道會不會換 還是就是用法杖 他特性 他還是用PU-Shatter 那他用PU-Shatter的話 其實 我猜他等一下還是會不能見火把 因為 那個火把差點 對 少了火把4 感覺就是 他這樣的話 然後他的隱身其實就整個 就是他那個Decore 然後還有一個被動的隱身 現在在等什麼 不知道他們在聊天 哈哈 那今天的這個直播那個畫面跟聲音 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這邊第二場比賽開始了 我們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出局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 有觀眾說那個 火水耗元素打病 那個寶寶石 可以啊 只是要打一陣子 紅隊他們五個人衝終點啊 這 這有點混亂 欸他們 他們斷了一個 對 所以他們 他們還是決定先衝中秒人 嗯 已經成功的把那個元素帶走 而且很 另外 沒有救出 沒有救出 不過現在紅隊就 轉現一個 是誰斷一下啊 那個元素 那剛剛我就看到他 站在那個城牆裡面發呆 然後就消失了 他會不會是就是 這個 掛網掛太久 然後 被系統 應該不是啊 他剛剛有走出去啊 是嗎 那應該就是斷車 OK 工程師他開了一個龍遠風啊 那個 手複感覺有點危險 開了一個聚能器五 但是還是要倒 倒在了點上 因為HELSYS確實是用法杖 看一下他特性 所以他用了一個傳送門傳到終點喔 這邊 那士主把終點 踩白 但是被倒在一個定身 這邊有點危險 剛剛進入一個迷霧狀態 然後並且在隱身 他現在在等那個毒消失 毒消失之後 他 開了一個補血 對 而且是一個 鹹熟的法杖二運用喔 就是轉身法杖二 上高地 然後並且去把對面點開 那 變成藍隊掉線一個 欸 人流掉線 這是 怎麼一回事 工程師是倒在點旁邊喔 隊友是成功把他救起來 並且剛剛HELSYS成功把邊點採白 並且即將他採下來喔 不過TCG有說 就是讓LivePAN去家裡發打 去怪我 所以現在場面上是一個4E4的戰鬥 對 不過盜賊現在是一個倒地狀態喔 對他屍體進行DPS沒辦法救 然後元素血很低這邊工程師持續在追殺他 結果 沒有打 打中 剛剛被一個擊飛 然後手雷 試圖用電視想要躲回 家裡喔 看來來不及 欸 那不是他們家阿 喔喔那對面家 你又認錯邊了是嗎 那不是他們家阿 他躲不 他躲不進去 對 所以他 試圖在補血阿 這邊 血量馬上就要抬滿了 但是他有兩個隊友是倒地的狀態喔 一個在終點 一個在 對面加點 哇 變成那個Rampage 那個元素還是被秒了 這樣子 紅隊應該是可以拿到兩個邊點喔 看那個盜賊 盜賊在旁邊 應該是三個點都會拿下來 就是 拿到終點跟自己的加點啦 那另外一個邊點就是 等下看Hell's會不會過去 沒有 他是選擇 在中間待了一下 兩個盜賊剛剛在那個 Wall4這邊對決 但是 血量上可以看到有一點差距 不過 藍隊賊是還有薛魯 欸 這邊直接被逼出了迷霧 結果 來不及看薛魯 就是倒在點旁邊 這邊是不是在對著他之前進行 壓制 隊友也不打得救啊 守護的血噴得有點快喔 不過他叫出一個格檔 擋掉的一些招式 這邊持續在打那個戰士啊 可是那戰士他是 Rampage的狀態 那工程師是決定回去先把點踩下來 那現在兩隊都是 已經是魚人蠻圓狀態喔 然後分數 還 咬得很近 但是 紅隊目前 現在已經 站下了兩個點喔 那紅隊加點現在 可能要來一個 三打 二 點是沒有被踩下來 那 泰式比 是被 盜賊直接收頭了 這邊 開了一個迷霧 隊友 這邊就是看的 不用會先擦掉 因為 另外一邊是沒辦法擦 其實成功把他終結掉 所以 隊友就跳起來了 這場因為雙方開局的時候 都是有斷線的情形 所以 感覺打得比較亂啦 有沒有像我們 之前 賽前所預測說 會是一個一面倒一戰 目前 算是 分數 藍隊還是 還是 有咬 不過他們現在 目前已經 在處於一個 慢慢 持續減圓的狀態 對 這個點又要堵人喔 就有個迷霧 等一下出來就倒地了 隊友 藍隊這個到底 使用力是不是有點好 隊友要救 結果結果被DPS很慘阿 這邊一個又倒了 然後 另外一個元素殘血 我覺得你在面對 這種 就是 POW SPY的 爆發組合 那種隊伍 然後有很多殺死阿 元素也是 不知倒地喔 他想迷霧進門 就來不及進去 拆霧阿 這有點糗 另外一個也要迷霧進去 另外一個成功阿 另外一個成功阿 一個表示 另外一個隊友表示 按摩 這個迷霧比較猛 對 TCG表示 我們把門打破 繼續找你阿 那等一下 可能就 直接把BOSS秒了之後 我覺得快要贏了 他們盜賊跟工程師已經開BOSS了 而且要直接把他拉到這個角落這邊 用AE BOSS已經被拉出來了 那 藍隊是一個元素回防 但是 哇 這個工程用了一個範圍 跟那個 投擬藥劑喔 靈魯稍微變了一下那個姿 Herses過來 剩下半血的靈屬喔 應該是 有補血 喔 補血直接被斷了 結果守護過來把 那個 工程師跟秒龍 因為靈屬要 靈屬保不住阿 這個 紅隊會直接加150分的分數 那 現在就是紅隊要回去拿點 因為他們剛才在 打靈屬的時候 這個點是全部沒了 對 對 我不是紅隊這邊死兩個 剛剛工程師被守護打死之後 雖然說 TESB也是把守護殺了 但是救不起來 反而是讓他們 兩個死在這邊 那 Herses這邊 還沒有打算上點 因為人很多 他們是 要先把 倒地的那個 屍體壓掉 所以就放一個 所以 但是這邊 應該是 去成功的打 掉吧 欸 欸 一個大劍舞吧 他們推開 不過還是有可能被救起來 喔沒有沒有 他隊友已經選擇放棄 而且差點 隊友就要死 欸 就要死 好 早上要救一下他們的戰士 血量很少 戰士跑過來這邊 應該是有丟到 哇 結果戰士先被終結掉 不過那個 倒地的屍體 是沒有攻擊到戰士 所以還是 沒有直接跳起來 不過隊友還是把他救起來 對 那這殘血的原因 往終點移動 然後並且利用一個 閃線 主理的一下 這個還是在中場 對 現在三個點都是開白的 那一個點就會被紅隊站下來 紅隊只要守住那個點 就可以去那個聖體 二級只是放一個摸啊 我這邊這個元素直接被秒了 就被迷霧到中場 而終點是成功被藍隊站下來 因為藍隊的盜賊完全被R11 奧的player 兩個盜賊這個實力有差距 那另外一個邊點則是 戰士跟元素在單挑 這戰士的REPage在CD 所以就沒辦法直接 硬殺啊 那 隊友也是趕快說 持元素 可能要 想辦法逃啊 看出一個圖盾 血量眼鏡應該是走不了 可以這樣子 重隊 可以打下去 另外一個點是一個三打二狀態 就是比直接被 誰踢到死了 這邊 試圖終結 但是 分數差了200分 所以 這工程師 這一場好像 一直開到龍圈風啊 他開場一個 然後 再一個 那 就是T恤 就是 2比0 的 競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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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